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1年8月27日,星期二,第五版 登了以下这一段新闻 本报信,记者谢荣新报道 24日上午,中国佛教协会 在北京广祭址举行仪式 隆重接受香港国际释迦文化中心主席 著名佛学博士郭兆明 宋正的英译巴里语,南传大藏经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 副会长周兆良,刀述人等 出席了仪式 郭兆明博士在证经仪式上 说了一番说话 他说巴里语南传大藏经 是佛祖涅槃后 斯里兰卡首次出版的原始经书 用佛祖港经所用的流行口语 即是巴里语写成 是国际公营最完整的 2100多年前的释迦学说的版本 其后1000多年 繁文大藏经才问世 但是这个时候 佛经已经游合了破罗门教 和印度教诸神 失去了释迦文化的原貌 中国佛教界信奉的大藏经 是逆至繁文大藏经的 又经历代统治者的补充 由原来的百几册 增至六千几册 郭兆明博士宋正的英译巴里语 南传大藏经 共有四十一册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 也都在仪式上讲话 他说 目前正值我会 筹划汉译南传大藏经之制 郭兆明博士 送黎英译巴里语的南传大藏经 正是及时语 功德无量 我们将十分珍视这个法宝 作为译经的重要参考